三秒作业实现废旧电缆的曲线曲同 高效的机器作业取代手工劳作 看机器如何完成全自动画进程 电线电缆遍布于我们生活的各个区域 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日常照明 还是支撑我们生活娱乐的关键 尤其是工业化如此普及的今天 它更加的必不可少 圈个有用,电缆 电缆是由金属线和皮套构成 这就使得它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如果使用时间过长 会出现皮套老化的情况 因此需要定期更换 而废旧电缆中铜线的占比较大 铜线不仅导电稳定 损耗率小 还可以进行回收,循环使用 这就需要工人将铜线与皮套进行剥离 但是传统的机器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 而且剥皮的难度较大 对工人的手部会造成巨大伤害 焚烧则是最快的处理方式 但是它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其燃烧所释放的气体 还会对人体有不同程度的损害 这将胎肉的廖师傅 加入电缆加工厂附近 每天受到异味的侵袭 还因此生了一场大病 与电缆厂负责人争执一番 甚为无奈 为了避免其他人身受其害 它发明了一台电缆剥线机 宣度有用 电缆剥线机 机器通过发动机使履带交叉转动 带动相应的履带呈相反运动 从而使两个转轴刀片形成匀速转动 从而带动机器运行 电线先是通过进口处进入粉碎箱 机箱里的刀口对铜线进行粉碎研磨 使得铜线和皮料分开 再利用粉碎机箱下面的吹风机 进行吹风作业 把较轻的皮料吹离 最后由履带分口而出 廖师傅发明的铜线玻璃机 实现了铜线玻璃的全机械化 使加工行业迈出了一大步 不仅有效的保护环境 还能加快效率一举两得 为他的发明致敬